C8的甩尾持筆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上夏天 今天要來教各位雪佛蘭C8的甩尾持筆 那我們這次也會幫各位分成1695匹馬力以及925匹馬力的持筆 那剛好最近夏天做了這個雪佛蘭C8的塗裝啦 想說就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還沒訂閱的觀眾朋友們幫我按個訂閱打開小鈴 當才不會錯過有趣的新影片 那這次的持筆呢 夏天是稍微有研究一下的 可以看到這台車上面的大文字就是RPM 也就是轉速的單位 所以夏天在這次的持筆設定中是比較講究它的轉速的喔 1695匹呢 讓它維持差不多在7500轉左右 是我認為最好的甩尾轉速 那我們先來看看持筆吧 好 各位看完持筆以及懸吊的設定了 那我們也馬上來試駕給各位看吧 Let's go 那老樣子喔 你必須把輪胎先磨到0% 這邊我建議你可以用倒車檔 然後貼在牆壁上 記得輔助系統全部都關掉 那第四個這個比較特別 有時候會出一點錯 我是建議各位先把它打開再關掉啦 這樣它才比較不會出現顯示的錯誤 然後一樣記得用AWD四驅模式喔 好 然後你就貼著牆壁用倒車檔在這邊燒胎 讓它燒到0% 你可以開著地圖讓它掛著 等大概3到5分鐘回來之後 你的輪胎就可以變成0%了 然後就可以開始甩尾囉 然後乾淨 by bwd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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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